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远征 军事征服 这个我们称为四军动争 因为第一次呢是他的起因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次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第一次 单独拿出来做一集来讲 这集我将要从四军动争的起因 以及动员 还有他的组成人员 以及他的一个过程 来给大家来做介绍 那我们先看他的起因 我们首先必须要记住 四军动争这个历史性的事件 发生的是一个宗教教会改革 和宗教普遍复兴的一个时代 也是欧洲逐渐逐渐恢复元气 而且他们解决了内部的隐患之后 对外的一次军事远征 在所有发动四军动争的因素中 单纯的宗教狂乐 必须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实除了这个宗教狂乐以外呢 四军动争的起因 我们还要看到一点 就是拜占庭的衰弱 使欧洲东部的屏障 遭到了削减 在这样一个穆斯林另外一个部落的兴起 这个部落就是骁勇散战的土耳其塞尔族突厥人 那么这个土耳其人在尼海沿岸崛起的时候 阿巴斯帝国已经开始进入他的尾身 阿巴斯帝国对欧洲的军事打压 已经不是非常强了 但是土耳其人接过了阿巴斯人的这个 接力帽 继续对拜占庭进行一个打压 我们知道在拜占庭帝国衰弱的累积中讲过 当巴西尔二世 这个是马其登王朝的赫赫有名的君主 他实现了拜占庭的中心 但是在拜占庭 失去巴西尔二世之后 他就开始迅速的衰弱了 仅仅几十年之后 在曼尔 这个地方叫曼奇科尔克战役中 那么这个战役中呢 这个拜占庭的皇帝和塞尔驻土耳其人打了一仗 结果是全英覆没 连皇帝都被俘虏了 这样一下来的话 这个拜占庭就顶不住土耳其的军事压力了 他们就开始向欧洲的兄弟求救 所以拜占庭当时的皇帝是 罗曼鲁斯四世 他在位 他就写信给教皇 当时的教皇就是赫赫有名的格里高里奇史 我在前面的节目中讲过 这位教皇非常有名 他确认了中世纪教皇制度 而且他也把手上的三大国 自治的富富贴贴 这个三大国就是英法德 他们也是后面 十军东征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 那么他就写信给这个格里高里奇史 他说这个皇帝陛下 对不起说错了 教皇陛下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危机 土耳其人很快就要濒临 君斯坦丁堡城下 因为小亚已经失去了 天然屏障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非常吃紧 虽然在希腊人的眼中 他们是看不起欧洲的野蛮人的 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才是 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他们是东罗 他们是希腊本土的文明的继承 也是罗马希腊文化的一个直接继承者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像野蛮人求救 而是逼不得已 是因为土耳其人马上打过来的 这个时候其实格里高里奇史也有自己的算盘 他虽然觉得我们现在基督教说的挺好的 我们西欧现在是处于一个蓬勃 日真正日上的一个阶段 而且西欧也解决了他们的后患之忧 比如说北欧的维京人已经归于基督教 在几百年前从九世纪开始 东欧的这些蛮族也逐渐的归于天主教 包括南欧也收复了 这个我在上集中讲过 所以他们的饺子基本上已经全部解决了 那么只剩下一个东间的穆斯林 那么教皇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考虑的还不是单单的 这个我帮助拜太宁能出兵 把你们给土地给抢回来 教皇想的是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 现在还在穆斯林手上 包括我们圣神耶路撒人 现在也在穆斯林手上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远镇 顺便帮助你拜太宁 夺回亚洲的师弟 我们也打到圣城来光复圣神 所以这个对于欧洲的基督徒来说 他是一个光复圣神的运动 所以在第一次思讯东征中 他有两个原因 我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原因是拜太宁皇帝 希望西欧的基督教会来援助拜太宁帝国 来夺回亚洲的师弟 第二个原因是教皇希望收复巴勒斯坦的圣城耶路撒人 其实我觉得对于西欧来讲 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想收复圣城 这个是他们赤子军东征的最主要一个原因 那么其实从这个原因来看 教皇和东部皇帝之间 他们本身是不合的 他们在长达几百年的争夺中 一直在抢这个宗教领袖的地位 因为皇帝始终认为你们西方是野蛮人 我们才是正宗的罗马 好 这个就各位一谈了 不过真正实现战争动员的 不是在这个格力高地其实手上 因为格力高地当时他并不是完全掌握了局面 他还有一个东法兰克王国 就是后面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神圣罗马帝国的后面的几位皇帝 不是不听教皇使唤 经常把教皇给换了 格力高地七世呢 是一个比较有才人的教皇 我在前面介绍过 所以他就把皇帝压制住了 当初的皇帝是亨利四世 我讲过一个故事 对吧 亨利四世是徒步在雪地里走了三天 等教皇的色面 所以他当时就没有解决他的后患之忧 而是他的接班人乌尔班二世 对四军东征进行的第一次动员 那么这个时间是在1095年的11月27日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奥佛列山中的克勒芒 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 这个地方现在在法国 这个宗教会议上 他来鼓动欧洲的基督徒 发动圣战 进行私语动争 他是这样讲的 穆斯林的胜利是基督教世界的辞入 欧洲的贵族应该停止相互之间的不断冲突 把他们的利剑转向基督教的敌人 帮助东方的教会 这里指的是拜南宁东正教 收复圣臣以鲁杀人 这将是一场圣战 所有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 将获得进入天堂的奖赏 因为他是教皇 因为他说的话 基本上代表神的意志 这个话我们听起来 现在听起来 大家觉得是不是极被发凉 是不是像某些宗教 他所宣扬的圣战一样 在天堂中会得到永生 会得到多少个处理 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当时在宗教狂乐的指引下 欧洲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 那这就是教皇所做的一个动员 然后呢 乌尔班二世呢 是游游行 就是周游整个法国 然后进行十字军动争的动员 那么其他的主教 那大主教呢 也通过各种途径 号召欧洲的基督徒们 去从事神圣的事业 尽管乌尔班二世呢 不了解小亚西亚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地形气候 和土耳其人的军事力量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空想家 他有他的策略 所以呢 他派出认为自己最好的部队 当时欧洲能拿出来的 就是重装骑兵 他要贵族们组建欧洲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骑兵部队 去援助班兰廷皇帝 顺便帮你夺回亚洲的师弟 但是这不是主要目的 我讲过了 主要目的是什么 主要目的是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个大的背景 这些重装骑兵呢 最后呢 就逐渐逐渐的开始聚集 开始组建 那我们看他的组成啊 看他的组成 那么在教皇认识的贵族们呢 并不是响应他的号召 并且贵族们各个有各个打算 是吧 英法德的国王皇帝们就不这样认为 他们想你这教皇真硬硬险 派我们出兵去伙中取利 给班兰廷皇帝去当差使 然后帮他们夺回师弟 我们是献人献帝献钱 而且教皇是没有钱的 他就这样规定的 你们这个出兵出人 你们自己解决你们路上的盘惨 解决你们的路费 解决你们的军粮供给 实际上哪有那么多钱啊 是不是 那些大贵族肯定是不愿意出来的 但是我在上集中讲过了 大贵族们不愿意 但是大贵族的兄弟们 骑士们愿意啊 那些无地的这些贵族们是愿意的 教皇是这样讲的 你们夺回来的这些领地呢 就归你们所有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有这个动机了 就有这个动力来源了 我们去把圣神夺回来 顺便教训教育穆斯林 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好了 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质的情况 然后呢 他任命热皮主将 阿西马尔为大军的领袖 蓝爵们组成一个显赫的军事集团 其中有英格兰的国王 法兰西国王的兄弟 诺曼里 罗普特公爵和 维盲多瓦 修伯爵 这些呢 就是这个 这个比利时和这个法国北部的这些区域 弗兰盲人 就比利时人 和帝国西北封地的人们 由弗兰德斯伯爵 和 这个弗兰德斯伯爵很有名 叫鲍德温 鲍德温 为什么我来说他提他的名字 因为后来在耶路撒冷 他真的把他攻下来了 而且鲍德温和他的兄弟就建立了 耶路撒冷的撒丁王国 这个我们在后面再提 和他的兄弟 洛林公爵 不容的佛雷领导下 法国南部 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部队 这支部队其实是当时这个欧洲西欧基督教世界中军队最强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一直在西班牙跟 跟这个 这个摩尔人 就是摩洛哥人 摩洛哥的摩斯林进行了长大一百年的战争 他们是有非常有这个军事才人的 他们一直在受到这个军事实战的这个检验 所以他们应该是这次私运动论的绝对主力 那么这些呢就是组成部分 主要是这些贵族们的兄弟 子弟团这样一个概念 当时还有很多的无地的农民 他们也参加了这个私运动论 但他没有马呀 是不是因为你要组成骑兵部队吗 所以大部分最后的这个根据这个 此料记载啊 真正第一次实际中争的骑兵是很少的 大部分都是这些游兵散勇 都是这些步兵去参加了这次盛战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些这个生无分文的骑士 敢于冒险的农民 他们呢其实什么都没有 啥都没准备 没有铠甲 没有马 当时骑兵出征的是要带三匹马的 一匹马是他自己骑着他身上的盔甲 他的宝剑 还有一匹马呢是背着他的帐篷 背着他的这个路上的这些食品水啊之类的 还有呢就是他的一个随从骑着他的马 到了什么地方安营扎在之后呢 这些随从呢 来伺候这个贵族来给他洗澡啊 给他铺床啊 他们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无地农民就没有这么多幸运的事情 他们就徒步走向拜南亭 走向耶路撒冷 那么这些部队呢 大部分都是没有钱的 都是没有钱的 就是就是生无分文 他们一路上的这个补给就靠什么来的 大家想想 也想到了是吧 靠抢劫 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是骚杀抢劣啊 说说实话 他们就跟一支这个游兵散涌的这个强盗部队一样啊 他们一路就朝着这个拜南亭去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戏剧性的这个经过 那么才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开始在这个欧洲的东部掠夺啊 首先他们的目标是休亚历 因为他们要朝东去 是不是那么他的组成呢 主要是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这个 这个德意志的少部分这些贵族和骑士 去了啊 据史书记载 他好像有这么十万人 其实没有啊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 他最后的人数呢 到达这个君斯坦丁的人数 大概只有这个 传说的数字是骑兵十万人六十万步兵 这个根本不可人了 他们根本就没这么多的人也没这么多补给啊 大概有可能的是两三千名骑兵啊 一万名左右的步兵 这个是第一次时军中的这个兵力 他们总共加起来是两万人 但是正是这两万人却把土耳其的大军给打败了 把土耳其的几十万大军打败了啊 并且他们还成功的夺下了深层耶鲁撒的 这个也太具有戏剧性了啊 我给大家来读一读 那么首先他们到达了匈牙利的这个边境啊 但是他们对匈牙利进行骚扰进行抢掠啊 他们要补给嘛 所以匈牙利国王就不欢迎他们 就对他们进行了打击 你们赶快过去 不从这边走啊 然后呢 十字军呢就和平的通过了匈牙利 那在保加利亚又开始抢措 那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开始 已经是属于那个拜耳其帝国了 拜耳其已经被巴西亚打败了 是吧 所以这个拜耳其皇帝也没有办法 是吧 我是请你们过来当救兵的 你们骚骚抢掠 那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让你们去打土耳其人 是吧 你们就抢就抢呗 很快他们大概用了几月的时间呢 到达军事坦经某城下 郊外驻扎 驻扎的时候 他们还是骚打抢呗 他们没东西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这个皇帝看到 也不对了 是吧 阿利克赛当时是 拜耳其的皇帝 看到援助他们的是 一群游兵散友 扮武装的 而且没有任何纪律的一些匪徒 他就觉得非常的失望 是吧 这些人都是温神啊 我在这边骚扰我的这个公民 骚扰我的农民 赶快把他们送上船 我让你们去打土耳其人 是吧 所以他这个策略也挺有意思的 通过海运 把这些游兵散友们 运到了小夏西亚 但是土耳其人在那边早就 严正以待了 很快就把他们打败了 那么这些人呢 就开始在拜诞亭的这些要塞中呢 寻求防御 等待援军的到来 尽管这些农民死子军的一无所获 但是呢 他们仍然相信的就是上帝的旨意 那么他们相信在旅途中 上帝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使他们战胜土耳其人 后来这些先途部队呢 终于在1097年的年底 等到了后续的部队 后续的部队呢 就是贵族军队 就是这个后来动员的这个骑兵部队 这些骑兵部队呢 在后来第二次四季东征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建制了 这就是欧洲著名的两大骑士团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一个就是圣殿骑士团 一个就是医院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就后来医院的一个先驱了 就现代医院的先驱啊 就是那个红十字的医院骑士团 那么但是他们的指挥 他们的军事财人都是一塌糊涂的 但正因为这样一支军队啊 他们叫说实话叫子纳达纳 把土耳其人打的是落花流水 因为他们不安常理出牌 经常会突然的冒出来一支这个游兵散用 把土耳其的部署搞得是轻盈八落 就这样呢 慢慢的他们居然把土耳其人给打败了 很有意思吧 那么当布隆的哥佛雷和他的手下在军事坦丁郊外 进行抢劫和骚掠的时候呢 这些十字军东征的这些军队呢 都到达了小亚 那么以及说他们这个有深谋远利的军事策略 但不如说是他们好运气 这个东西我就把它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当时的十字军选择了有利的时机 对阿巴斯帝国的西部边境进行了进攻 那么这个时候的穆斯林首领呢 摆脱了巴格达苏丹的控制 正在互相的斗争 就他们正在闹独立 就被这些十字军中 这个十字军这些将领们给趁虚而入 居然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们先后占领了这个安条克和大马斯哥 居然还把他给打下来了啊 挺有意思的 那么然后呢 十字军们考虑 这个十字军们考虑 他们正处于敌国的领土 所以他们采取了非正规的进军方式 把主力部队分成两部分 而这两部分呢 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他们突然的会合 在决战的时候 两支部队居然奇迹般的会合了 然后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一次包角子 谁也没想到 他们军队走赛了居然还会会合 而且在恰当的时机 就是一支部队快要败的时候 另一支援京出现在土耳其人的后方 这个很有意思的 像一个巧合一样的安排 那么这次战役呢 叫多利刘姆战役 这次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 把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 那么在精神上击溃了土耳其人 使他们不敢继续向安调克进攻了 那么十字军中争这次的胜利呢 完全是一次好运气 然后这些将领们就通过 汇入这个土耳其的指挥官 宣布此城归他所有 抢来了安调克亲王的封号 然后呢 没几天之后 这个土耳其的援军到了 又把这个城给围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奇迹出现了 守城的军队发现 有一支伟大的圣物出现 就是耶稣受难时 穿过他身体的那只长矛 大受鼓 在1098年6月28日 他们出城迎战 这个时候土耳其人又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背着水来扎战 结果又被狮子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 所以土耳其人其实在 这个第一次狮子军中争的几次战役中 是老是犯这个低级错误 最后被这个狮子军中争 纯粹靠运气赢了三四回 结果就完全的失去了战略主动 好了 这个已经是1098年的事情了 这个离他们出发已经两年了 又过了半年 1099年的6月 这支军队终于濒临耶路撒冷城下 他们对这座空城进行了围城 一个月之后 7月13日 他们胜利的进入了圣城 接着就发生了 能力历史上 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他们对圣城进行了屠城 他们把当时 所罗门圣殿殿的一万穆斯林 全部屠杀 这个是当时这个历史上 很有名的一支事情 所罗门圣殿里面的血液 升过角落 即使没有热情的夸张 编年史学家们也是称呼 这次是上帝的惩罚 也毫不例外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 思惊东征的一个整体过程 第一次 说实话 他们从动员到组成 到这个最后取得胜利 都是出乎意料之外 真的是有很多的好运气 而且真的 我觉得在其中也受到很多 这个上帝的眷顾 最后他们居然奇迹般的 夺下了耶路撒人 然后他们在11世纪之后 12世纪 在耶路撒人成立了 耶路撒人的撒丁王国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了 第二三次 《四经东征》 这一次呢 我们将要提到一个著名的电影 就是天朝上古 就是天国王朝的这个 一个电影片段 那就是第二次《四经东征》的 一个精彩的一个故事了 这个土耳其人 这个穆斯林又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 就是法利玛王朝 他的君主 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撒拉丁一世 这个时候 穆斯林又反攻了 我们下一集再讲 第二次《四经东征》 谢谢各位